這次辦STS的比賽最主要的用意是什麼? 最主要的用意是想要讓大家能輕鬆的玩牙控車 然後因為辦這顆引擎它是算是公發杯的引擎 它的價位跟那個應該是比較大家能接受 因為它不會像以前的引擎都是要破1這樣的 然後這次的比賽就是買我們這顆公發杯的引擎 它是我們是以推廣價是6000塊這樣 那這次應該也是採Open的方式 所以其他的就是非使用原廠的話也可以來比賽嗎? 比賽就是都是完全開放組的 那我記得就是說簡帳裡面有寫到就是說 只要用STS的引擎沒有限定型號 其實在這場也是可以參加比賽 而且不用報名費對不對? 對 之前買過我們的引擎的玩家們 也是都可以就是來參加比賽 然後不用報名費 那是所有人都會來參加 包含我也想要來參加齁 對 這次的比賽最主要是想要讓大家了解 玩牙控車的樂趣 比較不會有壓力這樣 對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說 STS燕邦這邊在開發硬地引擎 大概有多久的時間了? 硬地引擎我們最之前是做15級的 一樣是那個十分之一平跑車 大概到現在應該有十六七年了 對 那這顆引擎平跑的81的話 這是第幾代的引擎了? 81算一算有應該是算第四代引擎 對 那我知道就是價位部分齁 之前像鏡頭那顆價位比較高 那這一顆是不是主推比較平價的策略? 對 這顆它的價位如果不是定價的話是一萬塊 對 那整個如果在市售跟這次活動下來 我相信應該蠻多人會參加的 對 這次參加就是買這顆引擎比賽的話 是六千塊輸銷價這樣 對 那這樣這一顆引擎的話 它的掃氣跟基本規格可以跟大家稍微想解一下 還有特性 這一顆的跟之前的金頭的上一代的引擎比較起來 它的線性它是無掃氣的 對 然後它的線性會比較沒那麼好一點 可是它不至於說會覺得它落差很大 它也比較好調整 OK 那如果再搭配排氣管的話 跟自家生產排氣管哪一個排氣管會比較適合 如果說沒有裝我們家的排氣管的話 我是建議用 228ROSY的9886那支排氣管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自家的排氣管哪一支排氣管會比較 搭配效果會比較好 我們家的排氣管 就是這一支 目前還沒有 衣服碼還沒有認證出來 對 已經都開發了 已經在送省當中對不對 對 那那個認證號碼還沒下來而已 另外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目前的話 就 我知道 8E的話 前一代是金頭那一顆 跟這一顆 它掃氣是差多少 金頭是幾掃的 金頭一樣是五掃 只是它的那個裡面的 形狀有不一樣 對 那有 金頭有填膠 對 金頭有 然後 那個曲軸這顆也是有 只是 對 都有填膠的 那 這一顆引擎的話 大概 預計 從開發到現在 大概有經歷多少時間 這一顆已經大概有半年多之久了 對 然後就一直陸續在這邊測試 那正式上市的時間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現在預計是想說 這次比賽辦完 就可以開始上市這樣 好 那我們也預祝整個比賽活動能夠成功順利 那我們謝謝波凱的 接受專訪 好 謝謝 好 謝謝